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交流的内容是 技能训练指机会竞价 主题是 精密机会竞价的主念意图 那么交流之前仍然是一个正宗生命 性光量学学员群是王爷世界 传授和推广正宗量学的平台 那么世界除了学员群之外 还有三个交流群 其中交流一群群号是86253901 交流二群群号是87899053 这是对应的二维码 另外还有一个群 我们有截图 那么这四个群都是王爷世界传授和推广 正宗量学的平台 不收费建古不戴肯制裁 本人江泳龙网民凤林一样 那么这个交流视频的版权由本人所有 那么把我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是廉七年进入股市 那么2016年进出量学 那么2017年参加第二期人大特训版学线 1803月之间登陛王爷世界 在这个期间连续夺起登上百大不雅 量学时代特训班的讲台 那么作为分享嘉宾和特训班学员 分享交流自己学习量学的体会和经验 那么同时担任180第六期的特训班的学习委员 那么我个人的特点是量学原理理解透彻 量学技术稳固这事 视盘操作稳准痕见 那么交流之前 把王爷世界集训班的教学的特色和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王爷世界的集训班 正在分析股票的前世精神 那么特别是关键事件能够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不报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掌握量学的原理和量学的世界应用 那么世界的教学种植就是正传世教 那么大家互绑互助 以老代行 那么共同进步 那么培养学员具备那类炒作的能力 作为世界集训班的教学的目标 那么这是世界的这个教学的特色和种植 一个是股票的前世减省 第二个是股票的摄盘细节 那么本次交流的内容 是机密结合经营家的主力意图 我们上一次交流了一个主力意图之一 那么这次交流的是机密结合经营家主力意图之二 那么为了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交流的提到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机密结合经营图 我们上一次讲的是机密结合经营家的自俗知识 包括机密结合经营家的教育诡诈 那么机密结合经营家的主力意图 以及机密结合经营家的初步应用 我们这次讲的是机密结合经营图 就是机密结合经营图 机密结合经营图的自俗知识 通过机密结合经营图来看主力的意图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粉丝图解和闪电图解 怎么去应用 它的含义是什么 最后和大家交流机密结合经营图的初步的应用 那么 我们先从这个 第一部分开始交流 机密结合经营图的自俗知识 那么首先我们要能够看懂机密结合经营家图形的这个含义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就和大家交流 机密结合经营图的自俗知识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机密结合经营图的图例的解读 通过图例的解读 然后我们来看机密结合经营图的基本的含义 首先 机密结合经营图的图例解读 我们看一诗票 仓俗大话 2021年7月16号的图例 那么这个图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在上面有按照顺序标了一下 那么这个白点 在上面一个小圆圈小圆圈就叫进价的白点 那么进价期间 这个进价的白点是上穿下跳 大幅震荡 那么这个尺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许线 我用这个课字把它挂了一下 我们把这个实情看一下 一段话这个位置来 那么这个许线的左侧 进价白点上穿下跳 为什么会上穿下跳呢 因为这个阶段是测试进价的阶段 这个实情点是9.1克到9.20 啊 就打出了9.20 9.20分 9.1克到9.20 9.20分 也就是9.19分 60秒 9.19分 60秒 那么我们上一个教 上一个教的内容当中讲这方面 这是测试进价阶段 那么这个呢 把这个白点连线以后 这条线呢 就叫价格直线 啊 这个折啊 折弹的折 价格直线 那么这个阶段呢 就是结合进价的阶段 也是9.20到9.24分 60秒啊 这个也打出了 这个9.24分 60秒啊 因为这个进价图弄了以后 武汉凡 把我修改了 那么 9.25到9.30分 这个打出了啊 9.25 到9.30 这个在这个进价图上 它是显示不出来的 显示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这张图的时候 它就有几个的概念 这个小白点 叫进价白点 小白点的连线 叫进价的价格的直线 然后这上方 大家看 这上面有一些绿色的柱子 显示红色 变成绿色 这个柱子我们称为倒挂柱线 就是从这条轴线向下倒挂 我们叫倒挂柱线 这个倒挂柱线呢 就是结合进价期间 没有匹配成功的成交量 叫未匹配量 未匹配量 那么绿色 表示主动性买盘 没有匹配 啊 这个红色 红色表示主动性买盘 没有匹配 绿色表示主动性卖盘 没有匹配 啊 下方呢 这个下方的注写 表示结合进价期间 已经匹配成功的啊 已经匹配成功的 这个成交量 我们称之为以匹配量 那么这个红色和上方红色是对应的 就主动性买盘 就是红色 上方还有主动性买盘 没有成交的 那么它就有点显示 倒挂柱线是红色 绿色呢 是主动性卖盘 那么 主动性卖盘 没有成交的 那么就上方显示成绿色 看来颜色是匹配的啊 颜色是匹配的 这样我们就看 有四个基本的概念 叫进价白点 价格的限 未匹配量和以匹配量 那么9点25以后 那么系统就会给出一个开盘价 那么我们电脑上就会显示出来 这是一个开盘价 那么在9点半以后 第一笔成交 第一笔成交价格 和这个开盘价 有时候是一致的 有时候是不一致的 所以第一笔成交 我们往往称之为修正价 那么9点30分 它是从00秒到60秒 第一笔价就是00秒的一笔价 因为它是每三分钟有一变 错和见价 那么也就是9点30分 从00秒db之后到9点30分60秒 这是叫第一分钟的手盘价 在分数上显示是第一分钟的手盘价 它就显示了什么呢 四个基本的概念 三个价格 开盘价修正价和第一分钟手盘价 三个价格 那么实际上也分为三个时间单 这个时间是9点15分到9点19分 这个打错了 应该是一个1 9点49分 9点49分 那么这个阶段是9点20到9点24分60秒 9点24分60秒 那么这个阶段是9点25分00秒到9点30分 9点29分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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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测试见价 在系统里面能看到 第二个阶段就是测试见价 第二个阶段就是集合见价 第三个是许正见价 许正见价 在我们这个见价图上是不显示的 因为这个阶段 我们通过上一个交流的视频 大家都知道 它是可挂 可测 不处理 啥也不干 系统啥也不干 到九点半开始它才干 才开始处理 这是这张图 我们看到四个基本的电链 三个基本的价格 以及三个时间站 九点半以后 这个阶段就叫连续进降 这个阶段 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有什么含义 我们后面还会交流 那么这是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上面还有三个成交量 那么这三个成交量是什么成交量呢 第一个 极客经营价 这五分钟 极客经营价 这五分钟 它有一个成交量 我们称之为极客经营价的成交量 在经营价图上能显示出来 那么开盘一分钟之后 它还有一个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呢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极客经营价的成交量 加上9点30分00秒到60秒 这个时间 一分钟成交量的指和 指和 那么我们有时候要看的时候呢 就看这个量和这个量的差距大不大 那么第一个量呢 是向右看 这地方显示的是成交量 比如说94,386 那么这地方的量呢 显示的是极客经营价期间的成交量 这两个数字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来看极客经营价的成交量 就像左看 那么一看 就说明极客经营价期间 这五分钟的成交量是27,027 然后呢 第一分钟成交量 它的9万度数 也就是说 9.30分00秒到9.30分60秒 这一分钟当中的成交量减去这个27,000 大家三一下是多少 就67,000 第一分钟成交了67,000 那么是这个五分钟成交量的2.5倍 就说明极客经营价 极客经营价 那么这个就是三个量 一个是极客经营价的成交量 一个是开盘一分钟的成交量 第二个是粉丝图上显示的这个亮柱成交量 这个亮柱的成交量是极客经营价的成交量 加上这一分钟9.30分00秒到9.30分60秒 这一分钟的成交量只和亮柱上显示 所以这个量往往是特别的高 如果非常高 后面说下来 就说明灶盘很极限 如果这个量很低 后面的量反而错过这个量 就说明极客经营价 不极限 那么我们继续 那这就比较清楚了 大家看9.25分 它有一个价格 17块9毛9 那么9.30分 它有一个价格 是18.03分 18块03毛 就高于这个价格 所以叫修正弹相好 我们上次交流过的 然后再到9.30分 下面就是9.31分 这是9.30分的最后一笔成交 是18块3毛8 你看 它的价格是逐步相高的 18块03 高于17块9毛9 18块3毛8 又高于18块03分 所以整体这个价格是相好的 整体这个价格是相好的 整体这个价格是相好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如果这个价格不是很具象 那价格是下跌的 我们就看它的修正弹 修正弹 三个价格 开盘价修正弹 和一分钟水盘价 第二个成交量 那这地方有一个成交量 我把它遮住了 这就是五分钟的成交量 然后这一分钟当中 所有的成交量之和 它有一个成交量 那么 这就是9.30分 这一分钟的成交量 而我把这个框起来 整个的框起来 这这个价格的成交量 加这一分钟的成交量 就是这一个柱子显示的 粉丝头上第一根柱子显示的 就是这二宅之和 后面以后 那么每根柱子显示的 就是短分钟 这不是9.30分 那么这个成交量 就是从这一边 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价格的成交量 就是第二根柱子 就是这第二根柱子 就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把它 基本概念搞清楚 我们才能够用好 要用好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案例 原理科技 那么他也是这样 他的极核进家 我们看 他的极核进家 彩天使这个图形 是比较习俗的 极核进家是比较习俗的 才开始有个性 下一下打压 那么这是测试进家 这主列 渡空双方进行试探 进家的这个白点 比较习俗 稀稀拉拉的 对吧 定音的亮度 一个白点 定音一个亮度 这个亮度也是很习俗的 对吧 那么测试进家 我刚开始的进家 从这个阶段开始 开始密集了 极核进家的末端 架胜 量胜 进家密建 说明进家开始合约 那么可能就是 主列他也行看大盘 看大盘比较稳 看板块 他也行看板块 看板块比较合约 而主持人开始攻击 开始攻击 这次个股 那么个股之后 我们看他的开盘价在这里 这个价格 然后看第一遍 啊 这个进家之后 找盘的第一遍成就 明显高于开盘价 那就是许多人家 非常相好 然后一分钟的收盘价 打仗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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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这个主持人看一看 他五分钟 加第一分钟的收盘价 量在这里 第二分钟 就一分钟量 反而高于这个第一定量 就是明显 这个主力资金 才开始他没有准备去封板 那么我们从这个主持人看出来 大家看 925块 这个金价是35块钱 910半之后 第一遍单子就是36块钱 那么 最后一遍单子呢 是36块6毛板 那么他的封板的量呢 是37块1毛钱 所以这个地方显示的一分钟收盘价 他没打到板 他没打到板 嗯 嗯 啊 那么我们看成交量 他第一遍量 只有1385元 然后后面这一分钟的量加起来 和这个量加起来 就是这一根主持 这一根主持 所显示的量 第二分钟呢 这实际上是五分钟的成交量 因为前面几个金价五分钟 加9.30分的这一分钟 那么第二根主持 显示的是9.31分 你看31分之后 他第一遍单子就是600多数 就算是一半了 这两个单子就超过了1分钟 5分钟了 后面都是大胆 1千多数 明明明超过这个量 所以他1分钟的成交量 就高了这6分钟成交量 说明竞价 竞价之后资金非常贵 然后封板 嗯 啊 这是我把体盘含义给大家解释 后面我们还会讲 那么第三个 这是我们示范当中给大家教育的 认字型这几票 那么这几票是尾盘竞价 大家看 那么这个主角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地方开始 猛然开始上涨 上涨以后 回踩以后 然后又快速上涨 这个量呢 顺速放大 放大之后 我们继续看 这是尾盘的结合进降 尾盘的时候量继续放大 啊这个量 和这个量是保持一致的 继续放大 啊继续放大 啊明显的继续放大 所以 结合进降的量 这个结合进降的量 不要看这个 看在这里 结合进降的量 就看的是 左侧你看他 九零 十五点的时候成交四万六千 六十六 就在这边去看 啊就在这里去看 那么这个量呢 这个价格呢 也是快速的上涨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看这个价格 是四年五十七分的成交价格 十多了十块三毛 就在这里 结合进降 跳涨到十块四毛八 这三分钟跳涨到一毛袋 所以我们将尾盘强成 所以这个我们在当天跟大家讲 然后刺着呢 哎 嗯 他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明显的上涨啊 虽然明显上涨 那么充满 充满充满 充满 啊 超了百分之二十啊 这是尾盘的几个竞争价 有时候我们也要惯注意 我们重点是贯注早盘的几个竞争价 在尾盘的几个竞争价的时候 我们也要给予适当的关注 也要给予适当的关注 啊 那么你看他这个尾盘的竞争的量 明显高于早盘竞争价的量 你早盘竞争价 一般比较机器 他才三万四千多数 那早盘埃起来是什么 是五分钟 五分钟九零二十五 那尾盘呢 尾盘的几个竞争价呢 他是成交了四万六千多数 所以是明显高于早盘的竞争价 所以这个教徒是尾盘非常快乐 所以这样我们叫高度的注意和重视 高度的注意和重视 所以将尾盘强承 我们是要根据细致的分析来判断 细致的分析来判断 好 那么我们通过这三张图 我们对几个竞争价图形的基本概念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来 把几个竞争价图的几个竞争价图的 给大家做个总结和诡纳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 图中的 图中的 这个白点叫竞争白点 这个竞争白点是什么意思呢 几个竞争当中一个白点代表一次 是这个竞争价 我们通过上一次交流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竞争价时间只有在九点二十五分 那一刻中 那一刻他才有一个成交价 其他的都不是成交 都是虚拟粗合 那么这个虚拟粗合呢 他是每三秒粗合一次 所以这个白点代表的每一个白点 代表的就是一次数率粗合 那么他最短是每三秒粗合一次 所以你这个白点如果比较密切 也就是每三秒都有粗合 反过来你比较比较习数 那么这个三秒粗合一次以后 这总结就是十十秒 角度双方都没有匹配的 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竞争不激进 资金不贯注 所以竞争投动的每一个白点 都代表了一次虚拟的粗合竞争 这个虚拟粗合竞争的最短的时间 是每三秒粗合一次 那么这样就显示出来 竞争的白点越多越密切 就说明竞争越激进 表示这个股票资金 一看好 啊 一看好 所以 镜头越激进 所以我们 这个竞争以战法的一个 最基本的四刀思想是什么 就是要寻找出当天最热 最强的股票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竞争 百点越激的 如果你的竞争白点 那你这个竞争 你就不能用竞争去打他 啊 就不能用竞争 竞争这种战法来用 啊 这个清楚了吧 所以竞争进图的一个白点 代表一次是你出货竞争 百点越多 就说明 竞争越激进 表示这个股票 你就是啊 最强最热 都符合这么一个条件 那么它的最基本的 是每三秒出货一次 第二个是价格制限 那么价格制限 集合竞争期间 那么交易所的电脑 交易系统是每三秒 使你出货一次 然后每次使你出货 就在竞争途上 产生一个竞争白点 把这些竞争白点 连接起来 就是集合竞争的价格制限 那么这个价格制限 反映了价格制限的走势 反映了使你出货竞争的 取失方向的变化 所以这个价格制限很重要 它向上还是横盘 还是向下 都反映了不同的市场反映 我们后面会讲 所以价格制限的走势 反映了使你出货竞争的 取失方向的变化 第二个价格制限 竞争白点价格制限 第三个下方的注限 刚才我们讲了 每次使你出货竞争 对应的卖买双方法 可以匹配的成交量 下方的注限 就表示的是什么呢 表示的是 每次使你出货竞争 所对应的卖买双方 可以匹配的成交量 减成一匹配量 那么这个一匹配量 在9.25之前 它都是许你的匹配量 因为没有真正成交嘛 所以它只是一个许你的匹配量 那么这个对应的许你的匹配量 现在也是没三秒变化一次 因为它是和竞争白点 竞争白点是对应的 就是下方的注限 我们刚才讲了下方的注限 是一匹配量 那么上方的倒挂的注限 它表示的是 每次许你出货竞争 那么每次上方已经匹配了 那么可能还有没有匹配的 没有匹配上的成交量 那么也有买的 没有匹配的成交量 也有买的 也有卖的 没有匹配成交量 它显示的是什么呢 显示的是 跟匹配量保值方向性一致 这句话怎么解释 就是匹配量是主动去买盘 是主动去买盘 显示的是红色 那么未匹配成交量 它显示的也是买盘 就是没有匹配上的买盘 它然是保持一致的 至于你没有匹配上的卖盘 它不显示 它不显示 反正如果匹配上的是主动去卖盘 那么这个倒挂注限 显示的就是未匹配上的主动去卖盘 所以他们的红和绿是保持一致的 方向也是保持一致的 那么我们就 因为这个变定 可能大家有点二口 那么我们看这个图 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不清楚 看这个图 看这个图 那么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了 那么在这个测试经济解采 在这方匹配量 以匹配量是主动去买盘 所以这方是显示的 就是未匹配上的主动去买盘 那么也有未匹配的主动去卖盘 它不显示 它必须和以匹配量保持 方向性一致 这底下显示的是主动去买盘 上面就显示的是主动去买盘 你看到这个阶段 它开始显示的是主动去卖盘 是以匹配量 这方面也是预测 就是未匹配上的主动去卖盘 至于你底下挂的价格 非常低的主动去卖盘 会显示 它俩保持颜色一致 方向一致 颜色一致方向一致 这个概念跟大家讲清楚 大家可以多琢磨琢磨 多琢磨琢磨 所以这个以匹配量和未匹配量 它们的颜色和方向保持一致的 那么如果买盘大于买盘 那么买盘未匹配显示是红色 如果卖盘大于买盘 是买盘未匹配 是卖盘未匹配 如果卖盘大于买盘 是卖盘未匹配 显示是绿色 以匹配和未匹配的增加量 颜色一致方向一致 主要是以匹配量为根本 第三个我们刚才讲了 建价图四个基本概念 一个是建价白点 价格直线 下方注线和倒挂注线 然后三个价格 开盘价9.25分 几个建价产生 修正价 我们上次讲过了 我一般是把一分钟 都当成修正价来看待 从标准上来讲 修正价9.25分 第一遍成交的价格 就修正价 然后第三个价格是 903分之1分钟 首盘的价格 那么这三个价格 如果是此次向上的 这就叫整齐向好 此次向下的 就整齐向坏 和上和下的 那么我们就要认真观察 看15分钟 正三位正反定独孔 这是吧 这三个价格是向上的 就向好 修正在向好 向下的 修正在向坏 如果上下 上的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谨慎 看 早盘15分钟 多看十分钟 多看十分钟 看它的正三位 三位正反 这是三个价格 那么还有三个成交量 那么几个价格 五分钟 914型成交的 这个成交量 它有一个量 我们刚才突然讲 还有一个一分钟 9.30分00秒 到9.30分60秒 这一分钟 整正的成交量 就设计成交量 然后粉丝图上显示的 一分钟成交量 它等于 几个价格的成交量 架上是一分钟的成交量 所以第一个量的猪死娃娃 会非常的高 因为它是六分钟的成交量 三个价格 三个成交量 还有三个实际单 刚才我们讲了 第一个是测试性价 第二个是极核性价 第三个是修正性价 三个价格 三个成交量 三个实际单 和四个概念 四个概念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进价图道中的含义 我们就知道了 它有四个基本的概念 进价白点价格 开盘价 修正价和一分钟是盘价 成交量 那么极核性价的成交量 一分钟的设计成交量 以及粉丝图上 第一根红柱成交量 然后三个实际单 三个区间 一个区间是测试建价 第二个区间是极核性价 第三个区间 修正建价在图上不显示 因为电脑不处理 这个设计制等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讲第二部份 这个背念我们得通过这个图 把他前面积构 、 Movement 大家都学习 这是现价格之限 倒掛住习为批配量 下方逐一批配量 把这个实践 啊 这条取信的 左侧 就是测试建价 这条取信的右侧 就是设设设设设计 然后9.25 五到九点三十 这个区间图上不显示 三个区间 然后三个价格 开盘价修正价 和第一分钟试盘价 第一分钟试盘价 然后三个成就量 结合性价的成就量 往左看 第一分钟的成就量 第一分钟图上显示 这个红柱子向右看 那么这个量是 这结合性价的成就量 加这一分钟 整正的成就量 这是结合性价的成就量 这是一分钟 整正的成就量 二再织合 就是第一根红柱 它显示的是六分钟的成就量 包括结合性价的五分钟 和九点四二日份 这一分钟 织合 好 我们晓得这几本电影了 就四个几本电影 三个价格 三个成就量 和三个时间 时间时间 我们就来看 结合性价图 所显示的整正的含义 所显示的整正含义 那么我们看第二部分 从结合性图来看主力的意图 第一部分 我们分为四个部分来讲 一 结合性图 看主力的意图 第二 结合性图的典型分类 第三 什么是有效 结合性图的有效价价 第四 什么是结合性图的无效价价 我们来看 那么首先 结合性图 看主力的意图 竞价摆定的宿命 竞价摆定的宿命 反映的是 竞价的机械与效价 资金管住的程度 竞价机械的程度 所以竞价摆定 BB件 说明竞价越机械 资金管住度约稿 我们 极竞价战法 找的就是极竞价 百领典B件的票 第二个 价格振兴的走向 价格振兴的走向 反映了许尼 初步竞价的取势 取势向上 说明 什么 极竞价 资金会要 并且向好 主动性买单 赌 主动性买单 那么亮珠的高级红绿 亮珠预告 说明 极竞价时 产与的资金越多 建架就黑了 亮着红色说明主动性买盘 亮着绿色说明主动性卖盘 以微辟平量的颜色 与方向保持一致 第四个 我们要日向维吾 集合建架的开位 它开在位置 集合建架的开位 如果在我们盘前散线的 上线的上方 那么表示当天最强 散线家把我们在视频的时候 跟大家讲个故事 那么后面我会和大家讲 结论 集合建架是为了选出当天 最强最热的购物 集合建架战法 大家要懂 就是你喜欢 激进的人 那么我们才能够 去做集合建架 你稳定的或者是 业恶奉行的 集合建架就不适合你 因为集合建架 你必须是选当天最强最热的购物 你稳定的人 或者是你业恶奉行的人 你在集合建架里往往选择来 你和他的种植是相反的 这个人的男人百次 你选得越稳 集合建架就会越失败 一定要选最强最热 所以只有集合建架的人 才适合 才适合 所以他的目的 是为了选出当天最强最热的购物 所以根据这个原则 我们要选择 竞价白点密件 价格这线 趋势向上 下方柱线红色 且不但放大的竞价图形 不过这个处理意图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选什么 竞价白点排列密件 价格这线 趋势向上 下方的亮柱 是红色 而且不但放大的竞价图形 这样的图形 我们称之为标格的有效的竞价图形 所谓有效的竞价图形 就在这个竞价图形 你就能去打的 是把握战纸的 才叫有效 你不能把握战纸 这个竞价图不健康 你就不能在这个竞价 竞价图形去打 因为你只有到这个竞价图形 所以你都肯定不去的 就叫无效的 上次我们一个朋友 我在群里面叫他误解了 他不懂 他叫这个票 为什么是你说是无效的 他为什么反而挡天了呢 这个竞价只是我们买点的一个区间 对吧 我们讲我们群体的买点 分为三个阶段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五个阶段 第一个早盘这个竞价 你对这些就去打 就是9点20到9点25 第二个早盘15分钟 9点一刻 9点半到9点45 后来是到9点10点 那么这两个阶段过去以后 就是看全体的量 然后最后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尾盘15分钟 9点45 你去后面你去打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尾盘的 这个竞价三分钟 实际上他就分为了 这五个打点 一二三四五 那么我们今天就在 几个竞价段 讲的就是在第一个阶段 你去打的 时间点 量部选时吗 你的几个竞价就去选时 所以几个竞价你不打 他早盘就快速播放版 你后面就打不上 所以几个竞价一定要选最强最强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是有效的竞价图形 有效的竞价图形就是在几个竞价里就可以去打 无效的竞价图形呢 就是几个竞价你不能打 你必须看后面的量部 几个竞价不能打 并不是说 后面就不能打 只是几个竞价看 这个图形不经常 几个竞价的不是标准的 积极的 这种图形我们就要读看一看 所以我们上次的同学误解了 我讲这个是无效的竞价图形 我的原意是帮大家提前问性 但是也有负名效果 就大家指问电影 基本运气不懂的话 他反而会产生了质疑 甚至怀疑 质疑表情 把怀疑 这是几个竞价 看主力意图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要选竞价白点利剑 架个这些向上 下方的红色 这个亮度呈红色 并且不但放大 这是标准的 第二个 几个竞价看主力意图 我们做了一个分类 高开 就几个竞价 他就是高开的 高于最新的收盘价 那么暗示赌房力量占有 具体范围 如果买盘大 买盘小 说明当天动物头强劲 他既是高开 而且 一匹配量和微匹配量 都是红色 红色的情况下 微匹配量还比较大 柱子还比较大 那么修正的向后 这样是自己想的 用红色表 第二个 虽然是高开 但是呢 大量卖出 小量卖出 就是匹配量呢 他虽然是高开的 但是呢 这个柱一匹配和微匹配量 是绿色的 那么很可能 他就高开低诊 所以他的一匹配量 微匹配量 显示的是绿色的 往往第一遍 修正价就像坏 像坏 这就可能高开 低诊 那么低开的 几个竞价 恰恰是与高开的 就像坏 他暗示 控防预量占有 同样的道理 如果 他又是低开 又是买盘大 又是卖盘大 买盘小 说明当天 空头强势 那么他的 极客建计价 低开以后 低开以后 他的一匹配量 和微匹配量 显示都是绿色 那就说明 还要下跌 还要下跌 至少 极客建计价之后 还有低点 就修正的相坏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要看 极客 想去抢一些 那么如果 低开 它是卖出小 卖出大 那么很有可能 是低开高中 也就是 他低开以后 这个 匹配量 或微匹配量 显示是红柱子 那么他很可能 就低开高中 低的单子 如果修正的单相好 如果是低开 正好柱线 这种是一条线 他正好是开在 这个线的上方 然后呢 这个 以匹配量 或微匹量 都形成红色 往往低开高中 平开的几个增加 暗示动红双方 一辆平开 那么具体的含义 红绿的含义 和上面意思相同 意思相同 所以大家把这一段画 都看一看 再结合 这个群积节 那么我们看一个世界图 显狠客气 我们看准备一组 那么今天是一个高量 一版两版三版四版 那么这是世界布置的一只作业 就是我们要管住 高量之后 它的走势 高量之后 它走势 我们看早盘的结合经家 他早盘之间就看 在许离 在测试经家期间 它是一只版 一直到这一只版 但是它的价格 价格的密件也很逼近 就说明资金很会要 资金很会要 经家很接近 但是在墨丹 开始跳水 价格这线 跳水 我们在墨丹之前 我们就能看到 它从这个地方 是红色的 就是买盘很接近 到这个地方买盘 就被小化掉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 变成卖盘 卖盘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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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 经家的时候 按最大成交的原则 量大 量大优先的原则 全部是卖盘成交 卖盘量大优先以后 还有卖盘成交 价格这些年也在下下 所以你按照 几个经家 看这个票的时候 这个票就是 无效 经家的图形 也就是说 在9点20 到9点25分之前 你不能动手 这个价格你是不能动手的 因为这个价格 这些末端调水 为匹平量 预测主动性卖盘 以匹平量 预测主动性卖盘 常态还有质点 竞价结束之后 还有质点 那么我们看到的开盘价 是27块9毛钱 是高开的 在这个地方高开 高开之后 快速不下跌 然后 它一直打到地底 然后收了一个 用盘手上来 所以 这张筹看得比较清楚 它是高开的 高快快速不下跌 然后盘动由繁筹的动作 微盘技术下跌 微盘技术下跌 那么 世界当时在群里面讲 在微盘 资金介入 但是我们开极客建架 也是不能动手 后面一个地点 后面一个地点 这就是极客建架 看主的意图 大家清楚没有 那繁止 如果这个地方 它是这样的走势 这样的走势 高开一点点 这样高开一点点 比如说高开一点点 高开一点点以后 然后呢 开始 上行 然后呢 这地方全部是红柱子 全部是红柱子 高开上行到 这个场地点 可能快速不下跌 这个是反的 这是反的 这是反的 这个行恨会是 这个票 第二个我们看 行不股份 那么它就是一个反的 那么早盘 许你进家的时候 就是早盘 这个测试进家的时候 它是平开的 平开之后 你看这个亮度 没有车弹 然后亮开始越来越放大 价格在跳涨 跳要上升 再跳升 再跳升 价格是亮正的 到木耐的时候 我们看 一匹平量显示红色 微匹平量显示红色 就是主动性买盘比较多 所以它开盘以后 我们再用热线为网 开掉这个 印的 连板的 高亮的 夹印正一样的 NUV的商法 然后 早盘之后 你这个就要有效的结合性价 就是我们结合性价 就可以去把握战机 这日向微网的技术 把握战机 然后它早盘 有个快速下刹 这个下刹很快 然后快速拉起 快速封板 你看到有几点 但是你把握不好 你很难 你除了挂好 你看你瞧 否则你是来不接打 来不接打 封板 封板之后 它后面就还有一个充板的 yes 有大牌下跌 它有一个长运弹出 然后又来一个 所以这个票 就和刚才那个结合性价 是相反的 好 刚才我们讲了 通过结合性价 来看主力意图 那么我们知道 主力意图之后 我们来把结合性价 的典型分类 做一个分类 那么第一个 我们是根据价格支析的走势 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上升型 这是我们要要的 第二种是水平型 第三种是下降型 这四种是混添型 就是和上下 结合性价 你看不出来放下 就混添型 那么我们要选择 我们通过刚才的 我们要选择是什么 上升型 然后水平型呢 我们要选择跳空的 高开的 下降型都是无效的 混添型也是无效的 水平型如果不是高开 是低开 或者是平开 也是无效的 只有高开 才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根据结合尽头的综合 来进行分类 我们就分为有效的结合性价 和无效的结合性价 这个大家就懂了吧 什么叫有效 什么叫无效 否则你不懂这个概念 你就会不倾诉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极客尽价的分类 极客尽价图形的分类 这个极客尽图 极客尽图的分类 好 有的分类和第三个分 我们讲有效的结合性价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我们看极客尽价图要找的 那么主要是上升型和水平型 那么什么叫有效的结合性价 那么有效的结合性价 是指在日向维吾的基础上 结合性价解淡 就可以把握战绩的经价图形 懂了吧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五个没点 结合性价的没点 早盘15分钟 没点 盘中的量部没点 尾盘的15分钟没点 以及尾盘结合性价的没点 可以大致的划分 一挺的量部 划分这五个解淡的没点 结合性价早盘15分钟 盘中量部尾盘15分钟 以及尾盘的结合性价 我们讲结合性价 重点是讲早盘的结合性价 那么结合性价的有效性价 就是指在日向维吾的自己 就是日向维吾 没有日向 只看经价 那你肯定亏了一大口 所以你不能 我们很多朋友 介绍学习结合性价 结合性价要求更高 要求你的日向量 的素数非常高 日向维吾的扫眼 就能看出来 这个票比较好 然后得快速的通过结合性价 那么结合性价就可以把握战绩 重点 我们把它树立成五个典型 五个典型是有效的几个典型 哪五个典型 第一种 进价期间连续上升 就是价格的这些连续上升 价涨量整 就价格这些上升的时候 价格这些上升的时候 成交量也在放大 也在放大 价格上升 成交量也在放大 那么价涨量整 成持续性上升 这个是连续上升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进价基建 资金合约 市场合约 推动进价上升 它的基本含义 第二个是进价期间 解体上升 价格量整 价格量整 成解体跳跃性 还有上升 跳跃性的上升 说明进价基建 资金合约 是主力大胆 推动进价 一个市场合约 一个是主力大胆 一个主绕 比较明显 第三种是进价的木旦抢筹 价格量整 在木旦一到两分钟 越来越强 本来这个是走得很稳的 他猛然快速上升 量对的越大 就说明主力隐藏意图 突然爆发 是大胆抢筹 推动变价 比如说大盘向好 比如说板块向好 资金 有的票 打成一字板 资金打不到票 反过头来 打后面的 打后面的 比较好一点 形态比较好 进货比较好一点票 所以越来越强 也有主力抽起来 有主张 控盘比较好的主张 他抽起隐藏意图 到尾盘爆发 让你这个其他指定 措手不见 你再要去买 你就卖高位了 卖高位 注意到尾盘抢筹 第三个呢 是进价 调控不谷 他调控不谷 然后呢 是价评量整的 那么进价 受在周日收盘 加上方 横盘不过 价评量整 说明什么 说明主力控盘的确性很大 有一次性看懂的预期 这四种典型的金价同学 大家记住 那么我们说明 这个金价 是为了选出当前 最强最热的购股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金价 白点必见 会要都搞批评性好的 前置下 再看价格之心的量价走势 价格之心向上 走势 地价跳空不谷 暗示墙上加强 我们就要选出最强最热 那么我们来看案例 第一个 金价连续上升 价党量整 我们选出当前 最热的重过一重 我们看这个票 7月5号 这是当时早盘 极客金价 跟大家讲 那么周五 搞量大影 今天变态搞开 注意跟踪一些机会 因为我要跟大家 交流极客金价的内容 所以我就把这个图 的极客金价 当时就借出来了 不然你过了账 你记不了 它的价格 它是击开的 拉伸以后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极客金价 我们看这个图 越来越高 前这个阶段 还是平开的 这个测试金价 是击开的 平开的 然后快速连续上升 连续上升 成交样 主动性买盘 主动性买盘 然后这个增加的时候 你买入 你挂高 你比如说挂账金 它的增加价 都是5块3毛钱 5块3毛钱以后 我们看 这是它的开盘价 然后早盘 快速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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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就是中国一种 我们通过日向微博 连续掌勤之后 出现这个假意 出现一个引稿量 那么引稿量 稿量不管阴阳 都是主力行为 就是档档不上 吸引过路资金 残余和散户争 档档不上 肯定有这个劳档 哪里档 劳档 于姓档 明档 于暗档 竹档 于副档 我们不管是姓档 还是劳档 还是竹档 于副档 那么肯定是由档出逃 由档进来 进来之后 我们看这个档的强弱 那么这个是引线比较长 我们就看它什么呢 我们就看它的许爱意味 那么它的设定 基本上是在许爱意味的 上方法 它开在了设定的上方 是不是我们散现为止 加入 这是玩家 散现 这是上线 上线之上 我们先看这个是上线 上线之上 你看它们 对吧 它有引线嘛 所以我们在进行介入以后 它奉拌以后 次人 我们要放上 这个地方一边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有加点 我们重告回落 我们就要先走 不要装在里面 因为我们要许事之间 容易重告回落 容易重告回落 你当天打了以后 那么你五个点 冲一下 你抽一点 那么你单子就换好 就准备跑 准备跑 就是连续 净驾连续上线 驾长量身 这种图形 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再看 那么净驾解体上身 驾长量身 就是003038 你看 它就是净驾事件 跳掌 再跳掌 再跳掌 就是大弹在推动 大弹在推动 这个是市场喝力在推动 市场喝力在推动 这个是大弹在推动 然后 日向违望 是 这地方高量之后 一直把 一直完之后 出现一个 高量的夹印阵阳 那么夹印阵阳 常态地次上涨 胆心强 那么次上涨 开在这个 IU位置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 这个定价图 也比较均抗 加涨量的 那么 是跳阶线上涨 加涨量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 这样 进行下 实际上 虽然有下影星 但这个下影星 你能看到 你们两个 是吧 你们家 IU就这样 那你们来会更高 大部分情况下 这就可能成这样的 快速不去奉盘 快速不去奉盘 那么这是 解体上升 那么第三个 是木旦抢仇 驾掌量的 我们看 行很不及 这个票 他就是 在这个阶段 他是什么呢 是这个答应之后 这不是个高量的答应吗 我们不是对听讲了吗 刚才没讲这个案例吗 在第二阶段 常态应该下电 常态应该下电 他即可进驾 测试进驾 世界开一字盘 但是大家看 一字盘开过之后 开始跑压增大 那么我们继续看 这个开在IU位上 比较好 我们继续看 然后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怕从一直把 叠到比较负的 负0.0.9 所以我们讲 这是组织的测试进驾 测试动作 测试 看跑压比较大 然后测试之后 在这边就稳住了 这地方是横盘不破 横盘不破的情况下 尾盘开始敲准 这是尾盘 尾盘 这是三分钟之后 快速算长 然后呢 主动去买盘 红盘 均力增加 然后我们看 它的开盘价 是25块5毛9 那么 结合进驾之后 25块5毛9 还有8.90准备成交 说明很多人在买 就不以盘抢车 然后 我们就讲 这是一个有效的结合进驾 但是进驾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热项维吾 它没有开在IU位上 如果开在IU位上 开价又比较高 那么上面还有 是点数数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是有效的 结合进驾 我们按照热项维吾的情况下 你要打的话 只能打很少的仓位 去学习智慧 因为 它上面还有试点 所以这个地方开了以后 有个下达的东西 快速锋满 快速锋满 锋满之后 这个量本地下 你看它就这个高量转移 这种本来是高量 这个硬是最高量 现在呢 到这个掌听板来 一出现了新的高量 高量常态是电 所以 出现这个泡盐 还是比较大的呀 所以直接失落地点 一天之后又出现一个高量 然后 在这个转移子吧 所以这个主要还是想做到 那么这叫高量转积 高量转移 出现主力在这边进了 然后打下以后 在这边又进了 可以的 那么我们要做稳定的 你 画顶纸单一 在一位置上 你只是打一顶的 控制仓位来附近 过顶 看人家进口来保护 这个呢 就是 尾盘抢车 这主要就是尾盘抢车 尾盘抢车 你要买 你就买更高价 你当你买 就买更高价 然后他来给强力洗盘 洗盘以后在哪 这主力手段很秀 很秀 所以一定要追想 追想尾监 竞价勤装 那么第四个 是竞价调控不补 下平量子 那么竞价在 昨天是玩家商访 横盘不补 说明控价决行 你只能看出我预期 我们看 这齐并阶段 大家看 他是横盘不补的 这尾盘一定深刻 这个阶段主要是横盘不补 竞价摆点密件 调控不补 横盘不补 微匹评量是红色 主动性美盘 主动性美盘 以匹评量 是有效的竞价图形 当天 旧竞价 开盘价 修正价 一分钟收盘价 快速封办 那么我们看到热项尾盘 他是在这个大营的 开来是在这个大营的 AEV附近 那么大营上面还有尸体 所以这个票在 奉办的时候 这上面有多次开盘 开盘是什么 就是让这边筹码 又跑了之后 那么他跑了以后 我们看这个量 比重量还几 所以常在他还有 冲过来动能 还有冲过来动能 所以你要热项尾盘 你不能只看竞价 看竞价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票 这个竞价就不好打 不好打 你打一只能控制仓 因为这大营是里面过 美国上面还有封建 这转就放量了 放量如果明天 他技术上的量不放 他就有上空中 所以这就是什么 三星规定告诉我们的 价量平衡率 价格的变化 会导致成交量到到现代平衡 这个量不平衡 后面还能涨 后面涨了 如果量分的很大就不好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地方涨了 量就转到这边 这就是个动态的平衡 说明什么 什么这边掏牢盘 包括这个地方 中庆人还有在走的 这地方被掏的 他跑 中庆人也走 所以主人一看 筹码不稳定 强烈向下起来 实在以后再拿货 再拿货 这个量就比较小多了 分一是吧 说明这个被掏的筹码 是差不多筹码拿的 比较稳一点 然后这一片 这个中庆人也走了 大部分 所以再看 如果再加个 再上升的时候 在这边也有跟风的 他会跑 然后呢 这地方掏牢盘 毕竟的走完了 他也会跑 还有呢 中庆人也会跑 他那个量了 价格的变化 所以讲 量度老师告诉我们 王子老师告诉我们 是个动态平衡 好 刚才我们讲了 极客竞价的有效图形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 极客竞价的无效图形 无效图形 主要是下降性和混淡性 那么极客竞价的无效竞价 是指在日向无法的基础上 极客竞价 解答 本能介入的竞价图形 要等 后面粉丝亮波 在观察的图形 那么第一个 竞价白点习俗 说明竞价孝节 私禁孝成 这样的形态 无论价格之前 怎么走势 都是无效竞价 你那这个假的 那个时间呢 白点习俗 那肯定是假的 第二种是下降节制 说明什么 跑压较大 成绩较弱 常态竞价结束之后 在连续竞价阶段 比如亮波的时候 还有地点 那么你这个顺便 不是买的比较高吗 不是不划算吗 所以你就是无效竞价 这个阶段 我们是不会去买的 第三个呢 是竞价快速回落 说明炮压巨大 成绩很弱 也是这个竞价 就是只有只有 还有自己 也是无效竞价 第四个 是竞价末弹赞盘 那说明这个竞价 可能是诱毒 在末弹的时候 大胆强跑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 比如说这个是高开的 然后某人被载下来 那说明当今竞价 做度的主力 也被套来 所以他看到有没有决心 所以竞价之后 多空交战激烈 我们要看到散维正反 电动空 散维正反 电动空 第五个是竞价横盘 破底 还是横盘呢 破底 说明主力控盘无力 热像破底 我们要按照九云正经 热像破底 准备 拉拐出钱 五种 来看 第一个竞价白连细数 说明竞价销成资金 竞价销成资金销成 你看 你看半天才有一变 半天才有一变 他整个五分钟就几变竞价 你这样资金 他就是尾盘下上了 快速上了 还没有意义 所以这样的地方 你就不会学看 你看 高开以后 快速下车 然后出现一个大资 所以这个竞价不及见 所以这个图形就没有意义 他自己处理自己空盘好了 他做出来的图形 一点意义就没有 热像头的图形 没有这个竞价了 所以只有两个大 资金就必见 资金就跑出家 对吧 他是贺恋 拿着正经白银 一别的来一来 没有意义 你击手 击手 几心块钱 万万块钱 就愣一下 哪有意义呢 所以这个都是无销的 以后看到这种 不管是拿得很好 只要这个竞价白银 是十速的 这个量是 稀释松松的 都不行 都不行 就是典型的无销竞价 然后下降截止 我们看 这个就是个下降截止 平开的 然后跳一个台阶 平开水平 再来一个台阶 这个竞价下降截止 是明跑一下脚大 成绩脚弱 竞价之后还有几点 它的竞价 竞价开的 你看 它就是在底部的位置 跳空破级 破级 来张截票 是不能动的 是不能动的 这九星家就反映出来了 资金沉积巧合 又在热项微网 是在国际性的位置 跳空破级了 你根本能动了 第三个竞价快速回落 说明跑压巨大 成绩很弱 所以张票不能动 我们看 高开 高开以后 快速下来一个横盘 快速回落 竞价快速回落 说明跑压巨大 成绩很弱 虽然盘中有辣拐的动作 然后 它是地步高亮 高亮不有这些货 这是高亮吗 等待往北断送 它虽然又辣拐 但是都没过来 因为都是脚牙 骗你的 所以这个竞价就反映出来了 快速回落 说明跑压巨大 这边是有辣拐的动作 是右朵 然后背叛 那么这是第四种 第三种典型 那么第四种典型 就是竞价不齐散 说明竞价右朵 大弹强跑 躺在竞价之后 独空就在这里 看起三位正反 正独空 你看 前面都是一板 前面都是一板 然后呢 不大快速下车 说明有自己强跑 你看 在这边 都是有炮弹的 然后 炮弹以后 虽然又辣 然后快速下车 然后车上这些 这也是 你看 连四零板 四零板开盘 这个量很近 开盘就是跳空音 然后呢 快速下去 说明成绩很重要 四零板是一个实践节点 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要在板上飞 四零板的时候 七四板 我们先出一点 这一跳空音 那我们就先出 看这个竞价图形 我们不美 我们可以吹 说明什么 说明竞价右朵 右朵 然后呢 大弹强跑 那么我们就跟他 挂地银跑 挂地银跑 就行跑跳 出行一个高量大影 最后一个来 就是竞价横盘破几 说明竞力控盘 无列 无列控盘 这项破几 按照绝运整体 这项破几 准备 拉拐出清 先是击开的 然后拉上去以后 快速击开 射下来 正式竞价的时候 它是横盘破几的 但是我们看射像 它是横盘破几 无论破几 这是一个高量羊 我们刻板羊 即经常 跳空音 刻在半羊之下 那么怎么办 我们如果在这些摆 在这些摆 它如果跳空音 刻板羊 又是什么 又是破几 破了AV 那么我们就先出来 你看 它在盘中 虽然有高于 开盘价的位置 但是我们在 粉丝图上看 没有高于 就说明 它只有 很少的级别 是优度大的 所以我们横盘破几个几架 就跑 可以挂地甲 这样就可以减少 减少减色 减少减色 这五种 顶型的无效几个几架 有的不是我们买点 有的是反应 不是我们的买点 反应是我们的卖点 无效几个几架 我们要看懂的 可以减少减色 或者是可以 让利运多一点 比如说 你看 你如果在那位置 在那位置 你跑 你就可以利运多一点 好 无效几架和有效几架 那么我们讲了 无效几架和有效几架 然后我们讲一下 粉丝图解和闪定图解 刚才我们讲了 净架 我们的净架是买点 然后走盘15分钟 散为正反定独空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有时候 就可以通过粉丝图 和闪定图来看 什么叫粉丝图 点开粉丝图解 点开热项的架组 双击打开 显示的就是粉丝图 粉丝图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每分钟的 量价的关系图 是每分钟的量价关系 那么架组显示的是 每分钟的收盘价 把这些收盘价 连接起来就变成了量部 量柱显示的是 每分钟的成交量 量柱红色 表示这一分钟成交量 最后一变成交的时候 是主动进卖盘 变不是这一分钟 全部都是卖盘 是主最后一分钟 所以我们都是收盘价 都连开收盘价 它只要是红色 说明这一分钟 躲空交战的时候 东方红盛 就主动进卖盘 量柱是绿色 表示一分钟 手盘时 最后一变成交 是主动进卖盘 如果量柱显示的是白色 那么就是最后一变成交的时候 躲空双方 建立交战 电脑的市场无法分辨 是主动进卖盘 还是主动进卖盘 所以也就是卖卖双方 豆增白热化 所以显示是白色 这根柱子又叫白热柱 豆增的白热化 那么通过上面的交流 我们就知道 粉丝图显示的是 每分钟的量价管制图 所以粉丝图上的量柱的期限 每分钟 那么每天四个小时 每个小时是什么 是六十分钟 这样的话 它的柱子是四乘以六十 所以粉丝图的柱子是二百四个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C并看一个图 我们C并看一个图 我们C并看一个图 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个 来看这个 那么这里面的柱子就是二百四个 它一个小时六十分钟 每一根柱子是一分钟 一分钟的是玩家 或一分钟的成就量 它等同于这个显示 就等于这个 这是一分钟的量 这个是显示量价关系的柱子 这是一分钟 这是一分钟 这是这个 这么显示 这么不计显示多少分钟 这是四十二秒 两点十二秒 这个只是以柱子来显示的 而粉丝图显示的是曲线来显示 它两个含义是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这个图形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你看 它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着 你看 那么这是 就是三十号 九五的时候 这一天的一分钟的图 那么这个是以量价的柱状图来显示 这个是以曲线图来显示 两样是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柱子就能看出来 二百四个 二百四个 跟大家解释清楚 我们有很多朋友要基本的概念 不是特别的清楚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粉丝图 粉丝图显示是每分钟 那么有时候一分钟 它又是六十秒呀 你没三秒出货一次啊 就一分钟它要出货二十次 你看的时候就比较慢 所以我们的找盘 几个价价之后 我们要看一个票 我们就可以强试票 我们要我们要注意它 我们就可以用闪电图来看 那么选中一支票 我们后面有图 双接飞鞋 打电下那财产 找到闪电走势头 选择闪电走势 闪电走势头显示的是 美币的成交量 美币成交量 我们前面讲过 无论是极客进家 还是连续进家 我们中国的系统 都是每三秒出货一次 所以美币成交 就是美三秒 有一个成交 这多啊 那么价注显示的是 美币成交价 价格线 就是美币成交价的领线 亮度显示的是 美币的成交量 亮度是红色 显示的是主动性购买 亮度是绿色 显示是概率的成交 是主动性购买 中国的股市是 每三秒出货一次 所以闪电图显示的是 每三秒的 就是美币成交价的 那两个关系 那么从领论上讲 闪电图的成交量的柱子 是四乘以六十 再乘以六十除以三 它是四千八百根 但并不是 它最多四千八百根 并不是每个票子都四千八百根 因为它跟各国的 货药度有关 你的股不货药 你就撞 它几分钟 或者是二十秒三十秒 才有一变 所以只有成交于核药 比正常的 闪电图才会被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后面来看吧 那么应用说明 我们经常看到热像上面 这个有时候 热像的架注上面 有最高价和最几价 但是粉丝头上就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粉丝头上 反映的是每分钟的交价关系 显示的是每分钟的 受盘价和成交的 如果最高价和最几价 不是出现在分钟 级别的受盘价这个点 那么粉丝头上就没有显示 你每倍成交 我们讲 你每倍成交 是这样的 每倍成交是这样的 好 这是一分钟 那么一分钟开盘在这里 一分钟的受盘在这里 你在这一分钟当中 有个最高价 但是你在分时头上是看不到的 分时头上就显示这个点 这显示这个点 所以如果最高价和最几价 不是出现在分钟级别的 受盘价这个点 分时头上就没有 你是像家族上有最高价和对比 但分时头上没有 但闪净图上才具有 所以我们特别是开盘 五分钟之内 我们要看闪净图 对于日本的强试票 由于粉丝图反映的是 每分钟的量价关系 你按照粉丝图错作 往往会滞后而移物占起 这时候我们可以观察 闪净图 每三秒错过一遍成交 能够更加细致地观察 早盘的量价分解 从而在第一时间 普逐战期 所以我们就讲 在早盘一刻 九点一刻到九点三十分 这十五分钟 结果竞价和九点半 到九点四十五分 这连续竞价 这两个十五分钟 我们称为黄金半小时 或者新闻三十分 掌握好这三十分钟 告诉特征病 往往可以在渗用之前 结束战斗 结束买和卖 大家知道 我可以讲 我把自己定义为特征病 所以我经常在群里面 和大家交流 那么我只有早盘这个时间 去操作一下 然后盘中就没有时间 大家有时候随时提问 有时候随时来看盘 或者在这个阶段 我发现了强势票 第一时间会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原因 黄金半小时 新闻大人 我们看这支票 浪远部分 它的粉丝图件 闪定图件 这是闪定图 那么高开以后 快速下下来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测试进驾 测试进驾之后 价开始往上涨 这个量呢 开始放大 然后这是开盘价 这是开盘价 这是陈教价 就是熊正价 这个地方是一分钟 定义这个地方 是一亿分钟的水盘价 那么我们要看它 这个图 因为测试进驾不好打 那么我们要想带 这个早盘五分钟去打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看测试进驾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地方爽进 你比如说爽进就可以放大 再爽进就可以收缩 再爽进就可以收缩 你看 一爽进 这地方就放大了 你再把这个放大的情况下 再爽进这个地方 它就收缩变成这样的 那么放大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测试进驾的图形变化 图形变化 你点这桩一个插入 一关闭 那么这个测试进驾图就关闭了 就关闭了 这是我们看测试进驾 然后我们看它的闪定图 你打开这个同代性软件 它有个粉线 点接粉线有个下纳菜单 在下纳菜单里面 就有一个闪定走势 大家看 粉丝走势 粉丝走势就是这种走势 闪定走势就是美维成交 粉线图就是我们的热像图 那么我们就看粉丝图 闪定图和粉线图 那么点了闪定图 这就是闪定图 这就是闪定图出来了 在这个阶段也可以点它 点这个粉线 点这个粉线 它就出来了 你也可以切换到 这个粉丝图那边 这就是闪定图 你要在这个阶段去买的话 能够看到它们被变成交 你看这个阶段 你看这个时间就很短 你看这个阶段 时间就很长 而且你还可以放大 怎么放大 按住时表 鼠表 用右键 比如说选择这个时间 然后一送手 它就放大了 一送手 放大了以后 你看这个阶段 放大了吧 这个阶段这么短 你把一放大 这么长 就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时间分本来是比较短的 我们看 这个阶段大概就几分钟 因为这个阶段是 10点 10点半 11点 这个阶段大概在 9040那样 那么也就是大概5分钟左右 5到10分钟左右 那么你通过粉丝图 你就很难去轻松的把握 我们看 闪定图 就能看比较轻松 上升 回彩 人像 上升回彩 就充分去把握机会 人还可以进一步放大 这上面柱子 就是每辈的成就的 每辈的成就的量 每辈的成就量 你就能更好地去把握一些强烈的机会 结合建架之后 在连续建架之后 可以更好地去把握 这个就是闪电图的妙用 特别是早盘5分钟 闪电图的妙用 我讲了以后 我们有很多老学员 或者是喜欢做强烈的 他马上就会有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讲到前三个部分 因为这个技术知识 我讲的比较细 大家都听这边 那么最后一个来 就是结合建架图的初步阴影 那么我们刚才讲 你用结合建架的 必须是热向为往 所以前面还有一个叫大盘定仓 跟着大盘的走势 大盘的位置 我们去定仓位 然后在热向为往选谷 热向为往选谷 你画好盘进三线 看结合建架的天位 结合建架的走势图 在建架形状 所以结合建架是在前面 这三个基础上的 最后的一锤定音 不是只有最后一照 你最后一照 你肯定死 是在这三个前置的基础上 一锤定音 建架前装 大盘定仓日向为往 盘进三线 建架前装 来我们来看 原地科技 这个票 我们首先来看看 任向为往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档架 这是个掌停板 掌停板之后 是一个假影正阳的高亮 高亮之后 板后假影 手接缩背 刺了缩散 就是连续散说 你看说到三线以下了 缩散说得非常好 而且最后一根缩散 它是一个假影正阳 没有掉了 就是假电 从位置上来看 就是掌停板的 回踩 掌停板的是顶 回踩板顶 回踩板顶 然后我们再看 这根柱子 它是一个背量 这是一个底量 背量柱加底量柱 等于重大量 我们按照组合定型当中 几量柱大背量柱 底量柱加背量柱 柱 重大量 重大量以后 我们看这个量 或这个高量相比 它是卡量 不高量 站上了它的尺点 然后这条线呢 是左风的风景线 又站上了左风的风景线 从阻力的购物房 接触上来看 它就是爱好战法 第一个 购物 阻力 测试这个阻力 风景的阻力 阻力比较大 手 手的手数量很好 说明阻力购物的时候 把它小话了 阻力没有收到 空盘很好 空盘又看量 你看价量出来很好 价呢 没有破位 这个高样 你这个高量来看 它的许击 就是它的设定量 没有破的高量 然后三天之内 就甲银等阳 长台阻 次上场 胆心强 如果 少跌旧长 也是为强 那就是少跌 跌的幅度比较近 跌的时间比较大 有这个日向为娃 之途 然后我们看到进家 第二天 这一天之后的第二天 他开始加涨量水 先打压以后测试 先往下打一下测试 测试以后看 陈家长不接近 后面开始不不接近 然后凯凡家 在这里 修正家 明行告入凯凡家 你看 陈家长也放大 那么我们是不是 热项为娃 测试清装 保在这以后 第二天又是一个板墙 冲板 第三天又是个反暴板 这就是风力一天 给清楚了 所以我们七个测试来源于热项 你没有热项为娃 你测试的就不是清装 你就被撞琴了 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清楚 所以你有了热项为娃 再有了测试图 给你确认 自己是热 你就打 你不打 走盘 快速不封板 你后面价格就非常的高 所以早盘打 是最舒服的问题 价格最几 如果当天没有买的话 你复盘的时候发现了 这个早盘打 那么我们同样道理 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 跟大家讲这个票 因为我是什么呢 因为我周四的时候 家里有事 我回了一趟老家 那么所以这个票 我就没跟大家讲 但这个票 我一直是在跟大家跟踪的 是在跟大家跟踪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是在这一天跟大家讲的 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是138 然后呢 这一天收盘价 一百多块钱的票 一分钱不差 然后监影上桶 大盘大地的时候 他来一个回踩 这是一个爽见八天地 是不是 上桶 虽然捅到这个高量的顶了 比这些高量的地方够高 然后回踩 对这方是个高量的底 而高量是顶了 没打到 说明他下面福利强 爽见八天地 上桶下踩 然后刺着跳孔 正三为圈 因为这天29号 我请假的 所以我没办法跟大家去讲 所以在31 30号的这一天 早晨一天价 我听到一讲 对吧 一天价就听到一讲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 因为它是二神级笔 所以一般很少 快速报告 它整体是往上调供 调供以后快速报告 所以在这个位置去买 还是比较舒服 为什么我们让它去买呢 看下正向为王 这地方是高量王牌之后 这地方又是个荷联王牌 荷联王牌之后 一大为奇数 来这地方呢 王牌 同一条水平线的王牌 以后面的王牌为主 后面这个 这两个国家就是个荷联 后面的王牌上东家 在大盘大店 他强势大盘 四十七任 你挑战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几个天价去打 都在热向为王的技术 你不要跟我乱打 我们很多人就想学几个天价 很好 几个天价用的好 来护你非常丰厚 但是你必须要以热向为王 把量去的资助口去扎实了 那么继续看 行不股份 也是同样道理 它也是热向为王 开在AEV的上方 这方是高亮 高亮之后挑口 再来一个假印正阳的高亮 所以这个阻力是用 硬高亮的高射 你看这方的一个高亮之后 它用来挑口 又开在AEV的上方 这就是鬼 这个壮心的鬼 你看这个版 一个版 两个版 三个版 四个版 五个版 六个版 他已经打了七个版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 我这个票 它是一个龙头 龙头一版 七版 能打到七版 它是不是有这个龙头的收获了 只不过不是年版 它是用假印蛋白和高亮 这是一个阳高亮 这是个假印的高亮 这是个阴高亮 为什么会出现阴高亮 是因为大盘有关系 大盘强烈的时候 它是阳高亮 大盘烧强烈的时候 是假印的阳高亮 大盘大跌 它被动下跌 是不是 所以你日向维亚 日向维亚 然后进驾前装 你才能够出大 没有日向维亚的指数 这个日向维亚 我们先走看 这是阴高亮 这是个首次开板的高亮 这个漂亮的是底 请看一看 有没有看到 然后这地方捅了它的AEV 捅固了 所以这地方固在AEV上方 我们就去打 第一次是试探 第二次是施工 第三次呢 他就要进工 进工以后 哪一个首次固 固不是固 有时候大盘下跌 他哪个会再次再固 把整个技术搞得轻轻速 明明白吧 你只有日向维亡 你才能够进驾情状 对吧 好 我们再看后面一个 藏重大法 这个进驾 它就是 你看 这是阳凤 凤铃铅 这是个高亮 那么第一个是凤铃铅 第二个是白日高亮 白日高亮之后 常态下跌 它跌跌不跌 变态口感 日向未亡 这个就是量部形状 为什么 它是一个无效的进驾 你几个进驾 你是不能大 对吧 你看几个进驾的图形 你是不能大 但是呢 你看这项呢 它开盘开在了凤铅上 和 这个高亮的上 所以 这个图 虽然是无效的进驾图形 但是几个这项 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保卫一点 所以一定要热项 它开位 开在哪里 它开位是开在了凤顶 和高亮的上方 进驾图 虽然是向下的无效进驾图 但是几何热项的分析 我们这个进驾是可以 这种进驾不达 你就要用 五分钟 找盘的 闪定图 来跟着 找盘的闪定图 来跟着 然后把刺冲盘 刺冲盘 这就是藏着大话 所以 我们在极客进驾不大的时候 你就用找盘五分钟的 那个闪定图 15分钟的闪定图 来自把握 这样你就能够获得 十几个点的利润 十几个点的利润 我们极客进驾 那么 那机密组织的制度 讲到两个内容 这两个内容 品向了极客进驾的 制度知识 那么在后续的内容大中 我们会和大家 也就是下一次 我们会和大家讲 极客进驾 和量学的零号展触 极客进驾 和量学的散号展触 极客进驾 和连版高亮展触 那么我们后面会讲 那么这后面的内容 品向了世界应用 只有把这个制度掌握好了 那么这个应用 大家才能掌握好 才能掌握好 好 我们今天就教你到这里 我们把今天的内容 回顾一下 今天教育的内容是 机密 极客进驾的主力意图 我们讲的一和二 上一次讲的是 极客进驾指数知识 以及极客进驾的 教育规则 教育规则当中 反映了主力意图 我们这次重点讲的是 极客进驾的图形 极客进驾的指数知识 极客进驾来看主力意图 来极客进驾的指数 我们来了解 分尸图和神经图 怎么来用好 分尸图和神经图 最后是极客进驾 出不赢 那么极客进驾的指数知识 我们通过图定 来延伸到它的含义 含义是四个概念 进驾白点 价格这些 一匹配量和未匹配量 三个价格 凯盘价修正价 或一分钟手盘价 三个成交量 极客进驾成交量 一分钟设计成交量 和粉饰头上第一根 第一根亮珠的成交量 三个齿简 测试进驾 极客进驾 或修正进驾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和大家教育了 极客进驾看主定的意图 我们把进驾白点 所代表的主定意图 进驾白点的署面 反映了进驾的 机械的程度和资金 和药的程度 价格这些 反映了极客进驾 走势和趋势向 一匹配量和未匹配量 反映的是资金产业的 多广 然后通过这个指图分配以后 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极客进驾 立件 价格这些向上 然后价长量增 这样进驾凸 那么通过这种原则 我们把极客进驾的图形 分为 走势分为四大例 上升型 水平型 下沉型 和混沌型 我们重点要找上升 十次 兼顾高开的水平型 那么我们通过综合分析 延伸出有效进驾 和无效进驾 所谓有效进驾 就在日向威腕的制度上 在进驾期间 就可以把握战机 叫有效进驾 那么无效进驾 就在日向威腕的制度上 进驾期间 不能把握战机 不能买的 我们叫无效进驾 但是可以卖 我们讲了这种典型的图形 驾涨量增 连续上升 驾涨量增 截提上升 驾涨量增 尾盘抢球 驾涨量增 横盘不破 驾平量增 高开横盘不破 这种是进驾 白点习俗 自尽消失 然后连续下跌 截提下跌 尾盘快速下跌 以前横盘不破 横盘不抵 这样的都是无效的 不要注意高破 最后来我们在极客进驾的制度上 我们如果极客进驾 实际不能去把握战机 我们要理解分析图和闪电图 可以利用闪电图 在这个极客进驾之后的这个五分钟 没有用闪电图 在把握战机 那么闪电图之后 后面就倒盘15分钟 啊 散位正反电图中的 最后 我们了解这个技术知识 我们怎么来用好机会进驾的 初步应用 我们讲的这个原则 大盘定场日向为往 盘行赛 进驾前端 那么这就是今天和大家教你的内容 那么 相互学习加强共同 愿我们共同进步 成长和分享是最大的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